害怕路头 轻松牵直S牌路头舞台机 傻瓜式教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泰 这一期的话给大家带来说这个新酒手的教学 那么这一把的话 我们刷在二楼 那么是非常非常安全 然后我们这个地图的话 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如果说没有路头的话 那么一定要这个防他的夹子 我们要听声音 不知咔嚓 我就听到了 他在我的正门口方向啊 放了个夹子 还是个茶野 非常非常变态 那么这边的话 看他会杀我 我好像杀杀我啊 那么首先第一步记住啊 第一步首先远离眼睛的范围 这样的话他就不知道到底 到底从哪边跳下来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跳下来就知道再翻窗户啊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 已经知道啊 在正门口放过夹子 那么这边话鸟笼翻出来之后 他干嘛 他想把我包夹住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去200一窗 然后的话他在鸟笼这边放了夹子 那么这样的话 他这边放完夹子之后去三板啊杀别人 那么我们可以迂回回来啊 我们来帮助队友啊 就是我们帮助队友拆下这个夹子 因为鸟笼这个夹子是非常非常关键啊 医院正门口和鸟笼 他这个路头想干嘛 他就想打你一个措手不及啊 打一个没有信息差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没有连迈的话 这一波的话就被他摊到了 然后我们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他很有可能会换锥啊 然后趁他不注意 把这个夹子给他拆掉 拆掉之后呢 我们就去找电机修了啊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帮队友 不对 我们既然不要帮队友 因为队友满血了 我们就让他自己溜啊 然后我们的话就修这台电机 我们基手手呢 就作为一个OB位啊 然后我们的话也是非常非常脆弱 这一定要小心啊 一定要小心 那这些话魔术师被砍了 然后我们可以询问队友 是否需要帮助啊 那么队友需要帮助的话 我们就可以靠过来 然后的话我们找机会啊 我们看一下 看到如果是出勾 或者不出勾的话 我们就可以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停顿一下 然后把它砸头 哎呀 但这个路头的话非常的猥琐啊 非常的猥琐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右边确实是不是有夹子 那么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吃掉 这一边的话 我就是打算让这个 让土夫去杀这个魔术师 结果没想到土夫竟然想杀我 他可能知道我想 我出了医院 那么他的话 就想杀我呢 没关系来吧 看看是你厉害 还是我厉害 那么这里一下好 没关系 我们的话直接翻窗 因为这边的话 他勾过两次了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所以我们可以听过声音 来判断很多东西 然后这边的话 他我们出圈子 哇 他想把我逼在这个垃圾位置 那么这时候的话 就看我们机球手的 厉害了 然后我们直接盖板 然后不着急 我们看抬手 如果说他想消钩子的话 我们瞬间可以打击退他 那就看一下 看到没有 哇 这边的话学习没有 可以学习一下 就是说他抬手的时候 你估摸他抬手的话 就把这球打出去 那么这样的话 他勾着就废了 这一波的话 打的就是个心理战 如果然后发现 你在搞破坏 那么你的硬气 就会变得特别甩 勾斧机 那这句话骗我 这边的话他想骗我 没关系 我们看情况 那么是不是想勾过来 勾空了 你好急啊 干嘛这么着急 那么没关系 我们马上也会失误 我们这边的话 先绕一圈 因为他想反绕我 然后再插个眼睛 然后这边插眼 然后我们先得先远离出圈 然后听声音 听到他反绕我 听到他 翻窗那个大打出的声音 所以听声音真的很关键 这把的话完全是一个反 然后这的话 再一个预判球 然后我们的话再来这位置 然后这板子的话 这边没舍得下 因为这边的话 怕他反绕我 然后就出现了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板子 其实应该下掉 或者说躲一下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被骗红光了 看到没有 我们这边的话仔细走 然后这话被骗红光 哇一个球打空 哇瞬间被干掉 死相是非常非常惨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上椅子电击就已经够了 我们这掰低血的话 遛了是非常非常久 那么这边的话 屠夫想把它挂在这个木屋 然后看到没有 这个挣扎进度条 就说明什么 说明屠夫的话 是在拒钱 就是说在这个挣扎进度减少 所以说屠夫的话 很容易就想挂低下室 好在这一把的话 木屋的板子盖下来了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那不过无所谓电击 就马上要好了 然后等队友来就一波 快来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配合一波 这队友的话可以配合一波 这边的话 一个声东击西 一个称他不注意 把人给他投下来 那这边的话 诶 佣兵的话投下来 然后看到队友 这边的话队友把桥点开 诶 电击压好了 这时候我们赶快走开 我们赶快去解我们的球 诶 咚咚一个 在找 收垃圾了 收破烂了 找找找我的球 这边的话球还不知道 这把的话还没有这么快结束 因为我们刚刚三个都在这个门口 那么这边的话 佣兵直接被砍死 那这边的话是非常非常伤的 然后我们赶快往大门走 我们这边的话不着急 让队友点门 这个局还没有这么快结束 我们停队一下 试着看能不能 牵制一下 看着路头干什么 路头想来大门 好没关系 看着什么台不来钩子 台钩子够强 好没关系 台手再来一次 学习没有 这一波的话 大家在前面说过 这个戏也大家可以学习 然后这边的话 大门是开了 但是呢 我怕条式走不了 所以说的话 我也不打算出门 因为我们要去学会去卡佣兵 就如果说人都走光了 那么就完蛋了 那么就看这个条式能不能撑 条式能撑的话 我们捡个球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这个 先自保 然后的话 看他们帮助一下条式 帮助四跑 但这边的话 我们反正就等 静观其变 那他死掉了 死掉之后呢 我们赶快撤退 因为他有可能会杀我 因为他这时候的话 钩子还在这个 还在可以使用中 那么赶快拉走 赶快撤手拉走 和条式技术 技术拉走 那么这边的话 屠夫杀的杀的 他就去大门了 那么这边的话 他交过传送了 然后他又去杀大门 那么条项式的话 有字幕 傭兵的话也字幕起来 那么傭兵的话点小门 哦那这把的话 我们直接 我们直接去小门 就可以赢了 所以这把机球手的话 用处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定要学会 拿捏他的一个心理战 如果让我发现 你在搞破坏 那么你的运气 就会别特别水 对不对 好 希望这边的话 可以报电的战 谢谢你们 再见